Trap it 大家好,我是林仔 欢迎收看本期的HD说车之汽车知识科普片 随着近些年购车消费者的购车理念的逐步升级 抛开以往曾经像是品牌、空间以及外观等多方面的因素 一款车型的机械层面的好坏 也慢慢的可以影响这款车型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 那么在这之中有那么一点是最具话题性的 那就是一辆车型的零至百公里的加速时间 毕竟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款车型在日常驾驶中 是否能够给你带来足够畅快的驾驶体验 同时它也能够比起发动机参数更加直观的反映出发动机动力的好坏 那么对于厂商来说 如何在研发的过程中能够让车辆具备更好的零至百公里加速时间 或者说能够让消费者更加直观的感受到车辆的动力的好坏 也就成为了一个重中之重 所以本期的知识科目片就是来让大家更加了解 如何才能让一款车辆做到更好的零至百公里加速 那么首先就要了解 其他车辆的零至百公里加速这些概念 实际上呢从定义上来说 它可以等同于我们常见的牵引力大于阻力的初始阶段 怎么样听听讲物理课吧 事实上就是这 车辆呢作为一个精密的工业品 它如果抛开了物理定义它就不能存在 那么所以说从物理的角度或者说从机械的角度过手 能够让影响车辆零至百公里加速时间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三点 好那么第一个因素呢大家肯定都不会默舌 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功率 事实上功率和扭矩这个概念呢大家肯定经常在说像是厂家的宣称啊 或者说在查找一些数据的时候就能够轻易的得知 那实际上呢我们常见的功率和扭矩 它实际上是在测试的时候在理想工况之下 车辆能够发动机能够达到一个峰值数据 然后事实上呢车辆肯定说必须要有传动轴 以及说轮胎一定会动一个损耗对吧 那么既然如此轮胎作为车辆与地面接触的唯一载体 轮上功率才是能够真正决定车辆能够有多大的力向前驱动的一个 重要指标 而在零排加速的过程中呢 一般来说驾驶者都是以全解体版的开度进行操作 那么此时呢就是说能够越接近这款发动机的峰值功率的车型 或者说就是能够达到更大峰值功率的车 所以说就是理论上功率更大的车加速会更快 很鲜鲜应用对吧 那么很多人又会有个概念就是扭矩在加速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众所周知车辆做工的快慢 也就是说做工的越快 它能够去从这一点到达那一点的速率也会越快 那么做工实际上就说功率 意思说功率才是真正决定车型 在零至百公里加速时间快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那么是不是说扭矩就完全没用呢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扭矩与功率息息相关 然后我们常见的说最大扭矩或者说扭矩曲线 但是在车辆锁定在某个固定档位的时候 它能够达到的一个最大素质 那么众所周知车辆都有变速器 那么此时的那些所谓的扭矩参数 相对来说的意义就反而没有恒定的功率那么实在 所以说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功率可以等于扭矩乘于转速 所以说功率相当于说是更为重要的 刚刚既然提到了功率和扭矩的关系 那么就在此时不得不引出另一个第二个 影响车辆零至百公里加速时间快慢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就是变速器 变速器由于它有持笔的存在 然后它其实能够在特定的功换下有着放大扭矩的功能 就像是像此时你的扭矩很大 但反而你此时所转动的圈速少 那么此时大扭功率其实并不是特别大 那么在实际加速过程中 什么样的变速器能够带来更好的 或者说更快的加速感受 由音计划来看 就是能够在全阶级门开速情况下提供更少见细 以及更绵密的晃荡感受的变速器 它就是能够实现临时百公里加速时间更快的一个关键 那么这里有个例外 那就是我们常见的CPT变速器 理论上它是能够实现不断的 就是电脑主动去调整随时可变速变矩的功能 也就是理论上它能够始终让转速维持在一个最大的功率点 然后实际使用之中呢 受限于成本啦 也就是说像温度 也就是说像本身变速器材料的原因吧 它实际带来的换弹效率并不是那么的高 那么对于传统AT或者说双离合变速器来说 只要是在加速的过程中 更加的紧凑 或者说转速落差更小 持笔更密 它就能够提供更好的加速感受 第三个因素呢 很多消费者看似不以为了 但实际上呢 它也依然重要 那就是车辆的驱动形式 像我们日常比较常见的前驱车型呢 实际上在零四百公里的加速的过程中 反而是占据的不小的列室 首先呢 我们要是物理学的话题 车辆在加速的过程中 作用在车辆重心上的惯性力 会产生装动力主 将此时的重量绝大部分转移到后轮 所以说此时后轮的负载更大 那就意味着后轮能够获得更多的抓地力 那么此时呢 车辆的前面呢 自然呢 相对而言重量就会变得更少 也就是说此时车辆的前轮 并不能获得最大的抓地力 那么对于前驱车型来说呢 动力上的损耗就是在所难免的吧 当然也并不是说前驱车在加速的时候 一定仗心劣势 像如果厂商如果通过前后配重的调整 或者说优化 也就是说更好的悬架几何 也就是说悬架刚度 就能够理论上能够让前轮 获得更好的抓地力 那么此时车辆的加速也会变得更快 那是不是说明后驱车型在加速的时候一定快呢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众说都知道 后驱车型如果说一个车辆的 此时的轮上空域突破了 它后轮两个车轮的抓地力极限 那么此时带来的一定是反效果 后轮反而会因为抓不住地 出现侧滑啦 或者说挠胎的现象 那么此时的加速成绩也一定受到影响 那么大家一定都知道 我现在要说什么了对吧 没错就是搭载四驱系统的车型 由于它四个轮子能够在加速的时候 电脑主动的去调控 四个轮子所能够产生最好的抓地效果的功率 那么这样它就能够在加速的过程中 获得更好的抓地力 所以说一个结论 常规上来说搭载四驱系统的车型确实能够 取得比前驱或者说后驱车型更好的零至百公里加速时间 好这就是本期关于影响车辆零至百公里加速时间的三个重要因素的一个粗略的解析吧 能够影响车辆加速的因素还有很多很多 但这三点一定是最为重要且最寂寞的元素 然后呢但实际上在日常驾驶过程中 像还有中途加速啦 以及说高速的再加速能力 这些都是考验一个车辆动力好化的一些其他维度的指标也都很重要 如果你们还想知道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呢 就在评论里留言 下期我会尽量为大家带来更详细的解读 谢谢